大家好,我是Fanny 最近看到有网友留言呢 就是问土耳其护照申请 是不是非常简单 其实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已经介绍了 就是土耳其公民法规定的 外国人可以通过五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就可以来申请土耳其的护照 那申请过程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动手能力还不错 那自己DIY应该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同样的 在土耳其公民法里也介绍了 申请土耳其护照所需要的材料 非常简单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根据土耳其公民法5634条 这是土耳其外交部的一个书面指示 就是通过投资 就是外国人通过投资 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呢 就需要准备以下的这几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呢 是申请书 就是一些表格了 一般的是律师都会都会来帮忙填写的 第二呢就是申请人的护照 第三呢就是申请人的婚姻状况证明 就是如果是已婚了那就是要提供结婚证 那如果是离婚呢就要提供离婚证之类的 就是证明你个人的这种家庭状况的证件 第四呢就是申请人的出生证明 主要就是上面的这几个文件 非常的简单明了 这是呢就是我办理所有的移民中的建造的最简单 最简单的文件材料的 不需要什么义犯罪记录啊 什么政府啊 也不会去给你做背景调查呀 也不需要你提供什么财产证明啊 也不需要每个月的什么收入证明啊 工作证明什么啊 通通都不要 就都不需要 那在实际的办理过程中呢 也是一样 就只需要什么护照啊 你的婚姻状况证明呢 还有你的出生证呢 当然还有你的个人的照片 因为因为后面要签这种一般的是找律师 要签这种POA的这种律师的社群书 有些地方是用的 是需要用的这个个人照片的 那就是这几份的文件呢 证明你是哪个地方的人 你个人的出生年月率 还有你个人的这种出生状况就可以了 像其他的 例如土耳其的房产产权证啊 或者说评估报告以及税费 或者说你不是通过买房这种方式来 而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例如啊在银行存款50万美金的这种方式 那所有的这些在土耳其当地的资料 都只需要交给土耳其当地的律师 给当地的律师签一份这种 全权授权的 全权委托书给律师就可以了 非常的快速 那三到六个月就能拥有一本土耳其的护照 当然了之前啊 例如啊之前帮办理过一位朋友 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就是呢他是在农村出身 没有医院的出身证明 这个呢就是啊 对于办理移民的过程中 很多国家都要求出身证的 这一个这个会对很多人有用 因为呢 因为在农村出身嘛 就没有出身证明 那这个问题呢 可以通过你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 或者说你档案所在地 给你开个证明 或者说拿一份你的档案出来 就再去做公正认证就啊就可以了 但是要比直接提供这个出身证 要稍微麻烦一点点 那然后呢 这位朋友呢 他自己一直在中国 他没有去土耳其 他最后呢 是通过在网上看房 直接在网上啊 连接土耳其的中介啊 看房一两个小时 就选了两套房产 大概就是啊 总价是三十万美金 后来呢 就是付电金啊 啊 什么签律师授权书啊 就是大概五个多月 就拿到了 全家就拿到了土耳其的这个身份 当然了 虽然网上 虽然是网上 或者说中介呢 都在推荐土耳其房产 大家可以搜啊 就经常可以搜到 什么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美金的这个房产 但是其实呢 我个人不是很建议这种方式 那我个人可能会觉得啊 呃啊 存款五十万美金 在银行三年的时间 可能这种方式可能更好 当然这是我啊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呢 我是属于这种保守啊 或者说谨慎的人啊 不熟悉的事呢 我就啊 不熟悉的事嘛 我就不怎么做 然后不熟悉的房呢 我也不会去买 就是说 虽然就不要说是土耳其的 我就在慕尼菲 已经住了很多年了 那买个房啊 也要问很多啊 就是看这个区 那个区怎么样了 是吧 就是 当然了 土耳其呢 就是通过买房这种方式呢 就是金额最低的 总的啊 你买的房产 总的金额达到 二十五万美金就可以了 那有钱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啊 最低身份 搞定一本护照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希望更灵活一点 在土耳其啊 银行存款五十万美金 三年以后就能取出这个 这个钱 你随便怎么花了 这种方式可能啊 也不错 但是不管你通过哪种方式呢 申请土耳其护照 办理这个啊 身份几乎是所有啊 移民材料中要求最简单的啊 也是也是非常非常快速 审批也是非常非常快速的一种啊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记者 剪人 感谢观看